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本機 一樣講話主理財的CG 我是琳達 觀眾朋友們記得幫我們節目 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因為您的支持是我們努力的動力 好的 我們知道台股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從8000多點來到了現在萬六大關 這之中淚股齊揚 可是純股族的最愛也就是金融股 不僅沒有漲還跌 但是今年新春開始金融股又接連大漲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好的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選果達人 温世俊翁老師 老師好 林大好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好 老師我首先要請問您 您看好金融股嗎 蠻看好的 欸 真的嗎 其實去年好像因為疫情影響 再加上低利率的環境 是 金融股都沒有漲 對 可是今年開始就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大家預期 現在疫情會開始減緩 經濟會開始成長 所以其實金融股就成為一個口袋名單之一 那我們再從資金的風向 你有沒有發現到最近美股是道瓊創歷史新高 對 可是NASDA跟肺板是跌的 對 那我們再去細看 細看那些成分股 美股包含了像是高盛 摩根大通 花旗 這些銀行股 金融股 他們是創新高的 創新高的 創新高最近表現都相當不錯 可是你去反過來去看 像是蘋果啊 Tesla 超為 這是修正的 對 科技股是修正的 所以美股這邊 風氣好像往金融這邊 對 台股這邊也是 台股這邊你去看 國泰金 富邦金 最近是不是創新高 獲利也很好 對 獲利相當好啊 創新高 可是喔 你去看 從二月初到 二月中開始 到目前 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這些是修正的 對 所以從資金來看 目前風氣 風向是有一點轉向金融 是的 老師 那金融股 我們常說金融股 但是他其實分了很多類 對不對 你會幫我們分析一下 可以啊 因為大家常聽到金融股 金融股大概就是 我們去看一些銀行 其實他有做一些分類 主要金融股分三類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金融指數 他有35檔成分股 35檔 那主要細分就是 銀行 證券 保險 銀行業就是可能 單純做銀行業 可能像是金成銀啊 金成銀 或者是彰化銀行 彰化銀行 然後證券業的話 就可能像是群益證 就是專門做證券的 保險業就像是旺旺寶 旺旺 對 這是金融股的分類 可是有另外一種叫做金控股 大家常聽到 對金控 因為你要做大 當然你金融股要做大 金融業要做大 銀行 你就要包含有銀行啊 證券啊 保險 你跨族的業務要比較多 是 會比較好 那假如說金控總共15檔 那像是元大金跟日盛金 主要是以證券期貨收入為主 證券期貨 像去年銀行業是還蠻慘的 銀行業蠻慘的 因為低利率的關係 可是元大金他獲利就還不錯 因為股市創新高 在證券跟期貨這方面的收入就相當不錯 那受險金控就像是國泰金 富邦金 新光金 像琳達應該也會去買保險吧 會啊 那你的保險的 是不是大概都是國泰人壽啊 富邦人壽啊 所以我們也就這幾家 新光人壽 所以他們就是 算是有受險金控 那單純就是比較 比較靠手續費收入 或是財富管理 放款這一塊就像有中信金啊 玉山金啊 台新金永豐金 這些 那最後我們常聽到的是關股 對關股 純股最愛做關股 對因為不會倒 不會倒 最穩健 但他最穩健 相對他的獲利成長性 也稍微比民營的稍微差一點點 那為什麼叫關股 就是說他在關股佔的股份會比較高 簡單來說就這樣 那目前金控就四家 兆豐第一華南何庫 就這四家而已啊 對這四家關股部分 金控部分 是好 所以金融股就分成這一些這樣子 好的那麼金融股到底應該要怎麼操作呢 我們請老師帶我們來了解 老師請問啊 新春以來為什麼金融類股成為了盤面的焦點呢 當然我覺得最主要是基期的關係 基期啊 因為其實去年的科技股都漲很大 對 你去看一下台股 假如說從半導體的上游啊 漲到中游啊 漲到修下游啊 漲到面板 漲到記憶體 全部都漲一輪 那可是相較來說金融股其實幾乎沒什麼漲 去年他是跌的 還跌 去年跌台股是創歷史新高 結果金融股是跌的 真的 那其實金融企業來說 他是長期下來 他就是穩健的經營結構跟高配息 所以他算是像我們投資金融股 就是為了他的穩健 我們投資電子股就是看上他的成長性 那現在大家回頭來看 要找一些比較高配息的 那大家去買金融股 當然第一個是想要存股 那你就要從有沒有機會填息啊 他的配息是不是穩定 對填息很重要 然後再來第三點啊 最近股市在做修正 其實是良性修正 因為就是漲多拉回 輪到別人了 這時候高殖利率股就受到青睞 對啊 最近常常新聞看到說 哪一家公司 公布了去年的獲利 然後配多少現金 殖利率很高 突然就大漲了 真的 對真的他的股價就突然漲起來 所以這時候會去看 高殖利率個股 因為現在的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他也升到了1.5 那我最近開始已經到1.6了 那是不是大家都要把資金 從股市撤出來了呢 其實也不見得 他會可能去 他會認為說 那科技股會不會有過於高估啊 對所以市場的資金 可能會稍微轉向再次 那也有可能會找一些比較 高殖利率個股的股票會比較好 再來那因為公債殖利率上升 可能未來會升值嘛 不可能永遠都利率那麼低 對啊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那可能預估有到2023年 2023年可能會開始升值 那如果說真的是說升值的話 那其實對金融股是有利的 對 最後我們講的就是低基期效應 據統計啊 只要去年大漲的股票 通常隔年比較難漲 對那我們剛剛講到 金融類股去年居然是下跌 對沒漲還下跌 對沒漲還下跌 所以低基期當然法人就容易進場去買 是 可是老師你說金融股是低基期 但是在這張圖看起來 我覺得金融股好像在高點啊 欸 不是嗎 好我們先看左邊 左邊那個是電子嘛 嗯 然後右邊是金融 是 看起來金融最近好像是長的對不對 對啊 還長很多對不對 對啊長很多啊 可是你要把它放大來看 放大來看 放大 應該是說把週期拉長一點 是 我們現在看的是週限 嗯 我把從2020年切到最近2021年的3月份來看 是 那我們先看電子喔 假如說我用2020年一開始的價格 2019年的收盤價 我記得是534 534 534電子週限 534電子指數喔 534漲到了今年初最高是861 哇賽 534漲到861它漲了多少 嗯 300多 漲了六成 六成對 六成 百分之六十喔 所以它漲了多不多 多啊 為什麼漲那麼多 哪一檔大漲 台積電 對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大漲 結果電子的指數它居然 從去年到今年最高 它漲了六成 是 可是你反觀金融喔 去看它的K線 它只是剛漲到新冠疫情發生後的高點而已 等於說剛漲回起漲點而已 對啊 假如說以2019年金融指數的收盤價是1365 嗯哼 那以今年最高好像是1367 我沒記錯的話 對沒記錯的話 1367 漲回來而已 漲兩大點 它漲 連一趴都不到 對 連一趴都不到 好悲情喔 很悲情啊 所以說你看從機器來看 如果說你是大的資金交易人 你是法人 你會比較想買哪一個 當然是電子啊 不是喔 金融吧 金融 如果我錢很多的話 我現在才想要進來買股票 是 我資金很多 我要重壓 因為想買電子還是金融 金融 這個時候就要買金融 這時候可能就會買金融 是的 那老師那你看你既然說金融股是因為低基期的關係 所以外資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回覆動作 對 除了說它極其低 那外資其實最近也買很多 主要是看上它的獲利真的相當的好 獲利相當好 獲利相當好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去年因為疫情嘛 對 然後利率又低 可是喔15家金控 它去年反而是賺了3790億 那這個金融你看什麼沒什麼感覺 可是後面那幾個字你就知道了 改寫歷史新高 對啊 股價沒漲 那去年雖然銀行業沒什麼賺 可是在壽險跟證券期貨這一塊 是賺滿多的 那又公布了 就是說這15家金控 它前兩月一二月 又公布它的獲利數字 哇嚇死人 居然賺了1300億 很高 很高啊 你看去年才賺了 去年一整年賺3790億 今年前兩個月 就已經賺到超過去年的三分之一 1300億 前兩月而已 是 所以獲利相當的好 那我們剛才講 去年金融指數跌5% 今年絕對會成為資金新從兒 再加上外 你剛剛講的外資去年都賣 對 為什麼它第四季要賣 因為它要充電子 充最後一季的跡象 把資金拿去發電子 它就直接先從金融測出來 可是喔 在今年第一季 它居然是大幅回補了金融股 嗯 所以是看好金融 對一定是看好金融的 所以這個電子應該要稍微休息一下了 不是說休息 就是你比較難全面性的大漲 沒有像去年這樣子 就是全面 你要現在挑電子股 你要挑到一直漲的比較難 然後可能會分族群漲 那金融這一塊可能就是 它會長期來看 從今年開始表現會相當不錯 真的 該它漲了這樣子 對 該它漲了 那老師 那新春以來啊 三大法人是不是一直都在買金融股呢 對啊 我們從這張表來看一下 我們從統計從2月17到3月12就可以了 這可能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你看一下外資 在金控股部分 幾乎是全面性的買超 真的 買超第一名中信金 三大法人 我們縱觀一下 我們把三大法人一起拿出來看 三大法人在中信金就買了16萬張 國泰金 股價很高 它就買了8萬多張 對 可是它反而是調節電子股 像台積電就是一直賣 從過來就一直賣 賣賣賣賣賣 賣到3月中才開始稍微 回來一點點 稍微買一點回來 連電也是啊 連發客也是 外資都占賣方 反觀你去看 中信金 國泰金 那再來 開發金也買相當多嘛 買了4萬張 三大法人買4萬張 富邦金 三大法人也買了1萬9千張 對 所以這些金控股 外資基本上 外資跟法人 基本上都是占買方 而且買都買很多 買很多 買非常多 對 那老師你剛剛說這個金融股獲利很好 那是全面的都獲利很好 還是說有哪幾檔表現比較特殊 那既然有15家 我們就要從中挑出幾家 是 對 接下來你可以特別關注他 那我們第一個我們去看法人買賣草 第二個我們先看獲利的部分 好 那獲利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框起來 第三格 累積稅後存益 也就是說 他這兩個月 他賺了多少 好 那你看數字 賺最多的 就是385億 就是 富邦金 這兩家賺的差不多 那我們去看後面的累積PS 排行下來 對 最高的是 富邦金3.77 對 那你看數字可能沒什麼感覺 因為 要看股價高低 所以我們就看年增率 倒數第二排那個年增率 是 就是說從這 今年 前兩月的獲利年增率 跟去年前兩月的獲利年增率 好我們挑出 你看幾乎都是正的嘛 對啊 只有一家 玉山金是負的 所以他股價表現比較弱一點 真的 好我們看年增率 那要高啊 要非常高 我們看有超過百分之百的 有幾家 有三家 超過百分之百 年增率超過百分百 是非常可怕的 有三家 第一家是富邦金 年增率百分之一百六 第二家國泰金 年增率百分之一百一 再來國票金 百分之一百九十五 最多的最可怕的是 開發金 年增率百分之三百五 哇這個獲利是相當的可怕 對啊很誇張 所以我們先把這幾家挑出來 再配合上一頁 外資三大法人有大幅買超的 符合的我們先挑了三家 就是國泰金 富邦金跟開發金 對 好我們再往下看 是的 好所以獲利也早了嘛 對 然後再來法人買賣超也早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現金值利率 跟股價淨值比 是 好我們來看 那 琳達現在有沒有做定存 有 有做定存 旁邊先切回來 做定存嗎 我最近也去做一筆定存 真的嗎 你知道利率多少嗎 一年利率 大概不到一%吧 0.8幾 0.8幾 對存的很辛酸 對啊 對存的很辛酸 對你是存好玩的吧 0.8% 那現在股票 很多其實現金值利率都相當高 只是說你去買 一些比較貴的電子股 你怕就是 賺一點利息 現金值利率 可是你卻賠了價差 所以這時候金融股的價值就來了 因為他的現金值利率真的都相對高 那我們剛剛講過嘛 跟去年比 極其相對低 是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切 好我們再來把這個畫面稍微放大 看仔細一點 我們剛剛講 一年的定存 0.8% 好慘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金融股 每檔幾乎都是3%以上 真的 真的都3%以上 最弱的玉山金也有2%左右 他也有2% 稍微弱一點 我們用近5年統計 平均的現金股利值利率 那我們一樣挑高一點的 4%以上 我們至少抓今年的 一年的定存 5倍好了 0.8x5至少要4% 那我就抓了幾家 4%以上 就有富邦國泰開發 我幫你框起來 跟剛剛重複了 對 那有一些下面也有一些也是超過4% 那我就是抓跟剛剛一樣 好接下來就要看股價淨值比 低於1的我們再買 對 代表他的股值比較低 那一樣 框起來也是那三家 股價淨值比低於1的 富邦金 國泰金 也是一樣這三家 開發金 真的 對 這三家都是屬於 民營的 民營 對 那基本上如果說關股的話 你想嘛 關股的話就是獲利比較穩 應該說他的經營模式比較平穩 穩健 但是如果說民營的 經濟開始起飛的時候 經濟開始好轉 當然民營的銀行 你看他的財富管理部分 甚至手續費收不 他會比較衝 像你去銀行的話 李專應該都會想找你多買一些 一定會啊 瘋狂推銷啊 對啊 瘋狂推銷啊 但是可是如果你走到關股 的銀行 他可能就不會這麼近 不太理你耶 對 所以目前來看 這三家公司民營的 我們是比較推薦 那怎麼買 對怎麼買 對 假如說你最近可以把 這三家的K線打開來看 其實他 從過完年 基本上沒有跌破月線 是 他幾乎是在 沿著五日線往上走 算強勢 對 算是相當強勢 所以我建議是 只要能看到 跌破十日線 往下分批買進 因為金融股跟電子股不一樣 電子股可能你買了 你就期待他有短線這樣子 往上噴發 金融比較難 他就屬於就是 中長線 對 所以他蠻長就會 不動他就碰到五日線 對 所以說最好是跌破十線一下 分批買進 哇 謝謝老師 老師不僅呢 把這個金融股呢 這十五檔分析得很透徹 還告訴我們 操作策略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好 謝謝老師精彩的分享 謝謝 好觀眾朋友們呢 今天呢 我們的汪老師呢 跟我們聊的主題啊 是這個金融股 那麼金融股呢 老師剛剛有講了 金融股分了很多種類 還有金融股呢 今年開春以來它的優勢 剛剛包括了像是 現金股力啦 股價淨值比等等呢 老師都分析得很清楚 那麼還有包括 所謂的這個 選股策略啦 還有操作策略等等 那如果呢 你還是有相關的問題呢 記得可以掃一下 我們汪老師的QR Code 加入LIOT 老師的QR Code 是小老鼠 WENG888 掃了之後任何問題 老師有空都會親自回答 好最後呢 喜歡節目內容的朋友呢 歡迎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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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